这九件清代宫廷服饰分属于不同种类 为不同场合及阶级之人所制作 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一场饗宴 更是一个了解清代宫廷服饰制度及特色的一个机会 清代宫廷服饰中规格最高的是礼服 这是君臣在参加宫中第一等重要活动 譬如冬至、元旦、登籍及重要祭祀活动时所穿着的服饰 礼服中最重要的形式是巢袍 此次拍卖的一件蓝段绣金龙纹巢袍 便属于这种最高规格的宫廷服饰 这件巢袍是乾隆时期的作品 以蓝色断面为面料 以红、蓝、黄、绿、白五个色调 十余种不同颜色的绒线及碾金线 以十多种不同的绣法制成 工艺精细、用色丰富 而且保存得十分良好 清代宫廷服饰都要硬齐时顺其节 只要季节一到 不论天气冷暖 以律要换上硬节的服饰 这件吉夫袍的面料为纱 是夏季用服 地后大臣每年于春季三月开始换春装 与秋季九月份换秋装 此件面料的颜色为酱色 在清代又被封为服色 这种颜色在乾隆时期十分流行 必深受乾隆皇帝本人的青睐 吉夫的形质和朝服上衣下赏连鼠之不同 它是直身式的 穿着时不另外佩戴披肩领 但往往会在袍的外面加上一件石青色的套裸 这种套裸的颜色和款式都十分相似 但根据补子的形状 数量 纹样的内容而有所分别 此次拍卖中的一件乾隆时期的 石青绸绣彩云金龙纹龙裸 是乾隆时期后飞龙裸中的精品 这件龙裸在两间胸背及前后下摆 共绣有八团五爪金龙纹 这是在青中期以后 清代后飞吉夫上专有的纹饰 这件龙裸上的绣工极为精湛 色彩缤纷艳丽 以石青色绸为面料 运用多达16种的彩色绒线及眼睛线为绣线 譬如以特灵针绣龙的鳞片 用滚针绣龙的眼圈 使文士栩栩如生 具有神韵活力 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清代宫廷服饰佳作